你以为这是杜甫 其实他是画家本人蒋兆和 当年他受到邀请画一幅杜甫的画像 但他翻遍了古书 也没找到关于杜甫的相貌描述 最后他只好照着镜子画了一幅 李时珍也不例外 蒋兆和想到了自己同样唯一的岳父萧龙友 于是就照着画了一张 还有祖宠之时按照竹可珍的样貌画的 后来他又如法炮制了张衡张仲景 以及孙思苗等一众古人 所以古人的画像大多是假的 直到光绪年间有了相机 才留下了很多真实的照片 比如光绪的龙玉皇后 以及他的真妃和景妃